Hello 我是熊仁謙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要跟你聊聊的主題是 靈魂會消失嗎 這個靈魂的存在與否 應該是有很多人都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自己聽過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就是說重病即將死亡的人 如果把它放在一個秤台上 然後等到醫學判定他死亡之後 他真的會減輕0.2公克之類的這樣的東西 然後有些人就說這個是靈魂的重量 但這個其實不一定啦 因為你知道人死後這個肢體 會開始產生很多的這種化學性的變化 很難去保證說這個消失的這個重量 等於靈魂的重量 在藏人佛教中有一個很有名的 我應該提過很多次的一種修行方式 叫做住心法 藏文稱之為2dom 就是有修行的人在過世之後 他已經被醫學判定腦死了 可是在佛學上我們認為他還沒有死亡 我們在佛學上會稱之為叫做 外在看起來死亡了 但是內在未死的這個階段 這個時候的典型表現就是 他看起來是死亡了 而且腦死了 心臟也停止跳動了 可是他的胸窩這個地方會保持溫暖 而且會隨著這個修行人的程度與境界 溫暖不同時間的長度 有些人甚至可以停留到20幾天 最後才死去 這其實也是一個現代的科學未解之謎 很多人去做研究 大概兩三年前在台灣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尊者達埃喇媽在台灣的這個 代表性的佛學導師退休的那一位 他在過世的時候也出現了這個情況 當時我有一些朋友有去做測量 他們說其實已經判斷是醫學上的死亡的時候 還測得到一點點的腦波 很像是醫學現象上面的重度昏迷的狀況 但其實他已經死了 佛法認為這就代表人其實真的有靈魂 因為在古代的佛經上佛偷告訴我們 受暖是三者 就是一個人的壽命 一個人的溫度 跟一個人的意識也就是靈魂 他們三個是來的時候一起來 離開的時候一起離開 只要這個人還保有溫度 代表他的靈魂還在體內 這也是靈魂的重要的表徵 而瑜伽行為式學派一般認為 這種靈魂意識 它住在人胸窩這個位置 所以人最後溫度會停留 也是停留在這個地方 佛學中認為靈魂存在的一個重要 從物理上可以觀測的根據 最細微的靈魂 跟最視微的溫度 它是一體兩面的 所以只要這個溫度還存在 代表這個靈魂還存在 那反之則不然 所以佛法認為 靈魂是存在 而且它是可以透過間接的方式 觀測到的一種東西 有些人要靠那種生命體外維持機韌 因為他的心臟已經不會自己跳動了 他必須靠機器來維持他的活著 這樣的話 他的靈魂 他的靈魂還在 但他以一種最細微的方式存在 在傳統的密宗的文獻裡面 他就很明確的講到說 人死亡的時候 會經歷肉體的四個元素 跟心裡的三個元素的崩塌 肉體就是地 水 火 風 然後心裡面是 我們叫做白 紅 黑 很像這七個元素 很像是靈魂的牢籠 把靈魂困在這個身體裡面 當這個七個元素解構之後 靈魂就會離開了這個肉體 所以只要這個七個元素 還沒有解構以前 這個靈魂都還在人的身體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佛法一個獨特的觀點 它就跟傳統的 民俗信仰中 很容易出現的道教觀點不太一樣 道教觀點認為人有三魂七魄 佛法認為人只有一個靈魂 像民俗上會說所謂的收金 它有點像是說 人嚇到的時候 可能某一個魂魄會離開這個肉體 然後把這個魂魄收回來 所以用收這個字 但佛法不這麼認為 佛法認為人就只有一個意識 一個靈魂 最細微的意識就只有一個 它不是好幾個組合而成 不是有些人會被換器官換什麼 有些人會有那個人的一些意識 對 那這樣子他們是屬於靈魂過來嗎 這個有一個例子嘛 就是說很多人說換了血之後 性格會大變 我們有一個長輩 脾氣特別好的 這輩子從來沒有聽過他罵人 他後來做了一個重大手速之後換血 換完血之後起來 可以幹給我他的秘書長 大幹給我 我們全部人都想說 欸怎麼了 就從來沒看過他罵人 可能他來的那個血緣 可能是一個脾氣不是很好的人 說因為佛法認為呢 人的存在最深層的靈魂 跟他比較表層的這個意識啊 我們說靈魂跟氣息 它一體兩面 所以他的精神表徵 他的心理表徵是靈魂跟心理 那他的物理表徵就是氣 或者更具體來說 就是人身體流動中的血液 血液本身就存在著這個人的性格 然後他靈魂的一部分的表徵 但是靈魂最核心的那個部分 是不會流動的 可是靈魂所擴散出來的那些影響力 是留在他的血液跟他的氣關之中 所以更換的時候 你就會繼承到前面那個人的一些吸氣 但隨著時間進來 這個就會慢慢被代謝掉 可是那種一直需要換血的人 那他不就會一直處在一種很混亂的 其實一直需要換血的人 到最後他原本的那個靈魂特質 他的一些性格特質會被壓制住 因為他的體內就充滿了其他人的一些痕跡 就覺得風風點點的 性格可能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所以我們應該所有人都要輸入一點聖者的血 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要成為一個脾氣很好 或者是一個很大修行的人 接下來開始瘋狂捐血這樣子 那個法王 如果遵者達爾蘭好像有捐過血 輸到他那一管的運氣很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說靈魂它存在 而且佛教有一種觀測指標 那到底靈魂是什麼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靈魂是什麼 我們才有辦法去思考說靈魂會不會消失 據我所知可能像道家的一些觀點 他認為說這個天地 宇宙萬物都有所謂的精氣 而精氣它有辦法存在於事物之中 那當精氣存在於人之中 就會表現出靈魂的樣子 所以你看這裡面的觀點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種獨特性 他重視的是那個精氣 然後靈魂或者神是 只是這個東西的一種表現而已 就好比說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今天 當他在跳舞的時候 他是舞者 可是舞者不等於這個人 舞者只是這個人的一個身分 同樣的 在這一種論述情況之下 靈魂或神是 只不過是精氣這個物理現象 或者說這種自然現象的一種表現 就是神是 這個是中國文化中的自然論 甚至於可能比較像道家的說法 佛法則認為 靈魂跟神是 它是一個從過去 乃至現在 乃至未來 我們都存有的一種 我們叫做相續 英文叫做continuum 就是一種持續性的一種流轉的 一個存在 一個意識 而這個意識 只要你不特別去干涉它 它不會停止流轉 它會一直不停的流轉 一直不停的流轉 這個意識就比較像是一個流動 它是一個波度 它不是一個兼顧的個體 所謂它是一個波就很像是說 它是一個會透過於跟自然環境互相作用 而產生點點滴滴改變的一個存在 在密宗文獻中 就很明確的解釋了說 當我們人出生的時候 神是如何進入到我們的生命中 在我們前面兩三集有提到 你會投胎為什麼性別取決於 你會想要跟你的父親還是跟你的母親 同樣的在這個過程之後 人的神是就進入到了受精卵 然後在密宗的文獻裡面就很具體的解釋到說 人吸收營養也就是吃飯還有呼吸還有喝水的過程中 這一些營養是如何透過於 我們叫做起火 肚臍的起火的蒸發 讓它變成內在的營養 有一些東西變成營養 有一些東西變成排泄 然後這個營養又怎麼樣一步一步變成了 氣去影響身體的運作 所以簡單來說 所謂的靈魂 在佛法的觀念中認為 首先它是一個神式 它是一個純心理性的東西 它會隨著我們轉生的過程中 它會一直往下走 只要我們不特定去干涉它 它就不會停止 每一次當這個心理的靈魂 它結合一個受精卵 成為一個肉體的時候 它就會受到這個肉體因為吸收外界的營養 然後在這個肉體裡面有產生各式各樣的新陳代謝 血液流動 氣息流動 而去影響到這個靈魂的一些面向 比如說讓這個性格變得如何 比如說讓這個人更重視什麼 比如說這個人他可能有某一些比較強大的煩惱跟痛苦 關於這個主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關注我們的一個網站 叫信念觀測站 這個是按照密宗設計的 然後你在這裡登記你的資訊的話 你可以在潛意識來會看到你這輩子的比較像所謂的天命 也就是你的靈魂或者神是在這輩子的這個肉體之中 它會受到這個肉體的影響 而哪一些面向的心理狀態比較強烈 這一種外在的氣息去帶入內在 而對靈魂產生影響 對意識產生影響的這個運作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發現靈魂它是一個意識 可是當它活在一個人中的時候 它表現出來的比較像是一整個神經組合 或是一整個血液組合 而這一切的神經組合跟血液組合 會隨著我們受到的影響跟刺激把這些反饋帶回去到靈魂上面 靈魂上面會留下這些痕跡 然後最後再往下一輩子前進 這就是所謂的靈魂 有一種人是很多多重人格的那一種 像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叫做比利 它有24個人格 那是代表它裡面有24個靈魂嗎 沒有沒有 就是佛法觀念中所謂的靈魂 跟一個人的自我認同 那個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你要了解就是說在佛法觀念中 意識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意識不是潛意識跟意識那個意思 我們現在講的意識是一種認知能力 起認知作用的這一個最基礎的東西 那個叫做靈魂 在傳統佛教術語裡面 我們有藏語會怎麼說 他們說這個 是跟氣是一體兩面的 藏語會說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產生活動作用的那個是氣 氣是一種活動性 去產生認知作用的那個叫做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24個比例也好 或者說多重人格的這種患者也好 他的認知世界跟認知自我起認知作用的那個東西 就叫做是 那麼這麼複雜的是 有分很多種 佛法討論這個就很複雜了 比如說有一些事是 觸發才會有 就比如說耳事 我現在急掌 然後你才會聽到聲音 你需要一些條件的觸發 它才會發生 這種事我們會稱之為叫客人的客 客事 那有些事是不需要觸發 你自己就可以運作了 比如說意識 你今天台南那 什麼東西都沒有觸發 可是你可能就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吃了麵 沒有任何原因 這種是他自己會運作的 所以是有很多很多的運作機制 然而 這一些運作機制都是比較表層的 有一個最細微最細微最細微的 在最下面那個 你感覺不到他 他也不會運作 然後他是在最微弱的一種力量 可是是他構成這整個一切的 那個是叫做靈魂 所以24個人格 他其實也都是停留在表層的是的狀態 他的靈魂是同一個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叫靈魂 佛教術語叫做光明星 或者有些稱之為叫最細微意識 或者我們現在可以理解為淺意識 就這個東西 靈魂出竅勒 靈魂出竅一般有幾種 第一種佛法認為說靈魂跟溫度是一起在這個人的肉體裡面 他不會有辦法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說他看到的是某一種像幻象這樣的東西 然後第二種就是說他在某一種狀態之下 他的意識被壓制 然後比意識在更深層的 介於淺意識跟意識之間的某一種 可以感知到更多東西的那個能力被打開了 所以他感覺到靈魂出竅 但他其實沒有真的離開這個身體 那佛教會怎麼去看待三魂七魄不見的這種人 我們一般認為他是精氣為人所奪 在我們前面講 德國變金的時候我們有提到不同的鬼族 那其中有兩個鬼族是會吸人精氣的 我們叫做必色者跟九盤圖 他們是會吸人的精氣的 那這個精氣就很像就很像你的CP值 玩遊戲那個叫什麼 HP 對對對 看我就沒在玩遊戲 他會吸這個東西 你就想這個人就很像貧血 當他貧血的時候是不是就會昏昏沉沉的 他是精神層面的貧血了 他被某一個靈吸他的那個精氣 所以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把那個靈趕走 然後接下來會做某一事情把他的那個HP值打上來 他不是所有靈魂離開他 你就把他想像為他是一個精神貧血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靈魂存在 我們也知道靈魂是什麼 那麼靈魂有辦法消失嗎 在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追求靈魂消失的人 應該就是釋迦牟尼佛本人 因為佛陀的修行他最重要的發現 在佛教裡面我們稱之為叫做 不受後有 不再接受後來會存在 也就是不要再投胎了 講白了 他發現到人的靈魂 從過去到現在 乃至於未來會不停的一直流轉下去 所以他追求停止 不要再有靈魂 他希望死亡之後靈魂就終結 不要再出生 這種靈魂終結而不要出生的狀態 在佛教術語稱之為 無餘涅槃 涅槃指的是解脫 無餘就是沒有剩下任何東西 換句話說靈魂停止 不再剩下任何東西 而進入涅槃的狀態 這個在佛法中是有很大的辯論 有些人認為說 人有可能真的靈魂就死消失 不再存在 有些人認為說不會 靈魂他會進入到一種很像是安眠的狀態 他最後還是會被喚醒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靈魂消失這件事情 如果依照佛法的角度來看 他比較像是靈魂身為 而不是靈魂消失 用一個比較好的譬喻就好比一杯水 你要追求這杯水的消失 你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讓大自然把這杯水蒸發 第二種可能就把這杯水倒在地上 可是你認真去想 不論是這個水被蒸發了 還是他被倒在地上 他其實沒有真的消失 他只是不再存在於這個杯子裡 但是他以另外一種形式 是存在於大自然中 他變成了大自然水循環中的一部分 他可能變成了水蒸氣 他可能進入了大海 然後他還是存在 只是他不再以杯子中的水的方式存在 同樣的 佛法所追求的這一種解脫 或者說靈魂的終結 是靈魂這一個個體 他不再以那個形式存在 可是他就融入了 一種更偉大的存在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 他就已經不再是一個 具體的小的靈魂 他變成了一種很像是精神的狀態 對當時主觀的人來說 他就進入了一種很像是 完全放鬆的全然的一種 放下狀態 這個比較像是佛法所認為 所以這種消失 不是指這個東西就徹底不見 而是他變成了一種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那這時候你說是消失還是不消失 其實都很難講 道教不是有講說 鬼現在在我們來說 就是轉世的其中一環 對不對 不是他們就是說 我把你這個鬼打到魂飛魄散 那這不就等於說 他涅槃的嗎 道教的信仰中 像鬼好像死了之後 會變成另外一種生命 好像跟我們不太一樣 可是你要想 這個我不熟悉 這個可能要找更厲害的人來聊 可是你要想 剛剛我們有講到 道教認為人也好 鬼也好 這個物理現象 它是天地的精氣 能凝聚在一起 所變回的一個東西 那你把他打得逢一逢一逢一 其實就是讓他回到天地精氣 沒有理 他們的那種靈魂跟意識觀 比較像什麼 就比較像水跟冰塊 水這個東西 在特定的環境之下 它會變成一顆一顆的冰塊 就好像這個天地的精氣 在特定的環境之下 會變成一顆一顆的靈魂 所以你才會看到道教的 這種民俗信仰的故事中 很多時候會有什麼 天地精氣變成妖精 就這麼來的呀 因為精氣它有變成化成一個東西 可是你把它消滅的時候 它就是回歸到那個精氣裡面而已 它那個自我意識會消失 它們的世界觀可能比較像這個樣子 那佛蒂摩的概念很像道教的那個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可以分散成好幾個 它分靈體 放在一個七個 對啊 佛蒂摩的故事有一個比較關鍵的 難以理解的部分 就是說 它不會去動用到它的靈魂 比如說它今天把它的靈魂 寄存到這個裡面之後 你去看故事原著裡面 它分裂成七份嘛 對吧 它把東西寄存在這個裡面之後 主靈魂如果被幹掉 它不會就是變六份然後我拿這一份 它不是這樣的 它也不是說我跑去用這一份 它是主靈魂不會死 因為故事的背景是 它施奏於哈利波特反彈到它身上 它那個靈魂沒有消失 它是它那個肉體摧毀了 它的其他六塊都在 然後它那一塊還在 它沒有因此而說 我這一塊消失 然後我去用其他六塊的其中一個 來做我佛蒂摩 沒有 它那一塊還在 所以從這一點上你是無法判斷出 那另外六個有沒有自我意識的 有可能它只是一種什麼你知道嗎 一樣是只有一個靈魂 只是它把這個靈魂分了很多的 備用的東西在別的地方 但是那些雖然是備用 但是不代表我可以拿來 把它當靈魂 只是那個備用只要存在 我這個靈魂就不會死 它看起來比較像這個狀態 後來哈利波特是要先把那些毀掉之後 它才打這個嘛 然後它才死掉了嘛 聽起來它不是說那些幾個分裂的 它一樣也有自我意識 如果是這樣的話 某些法術也有辦法做到 但不代表我們不會說它切割靈魂 像藏文也有啊 叫做魂石 它會把這個人的一個魂在一個石頭上面 但是那只是那是一種藏地民俗性 但那個東西真的有靈魂嗎沒有的 可是只要這個魂石還在 這個人就不會死 但它沒有自我意識 它比較像是把它的生命的某一個源頭一部分 寄存在一個地方 這沒有辦法證明說 這個是靈魂真的分開 那靈魂互換這件事情 是有辦法 你那個穿越劇都是這樣子演 就是那個青雲年啊 它從現代然後穿越到過去 它不是互換吧 它是直接投胎啊 那你想問什麼 這我之前講過嘛 奪射啊就是藏神人回家也有這個密宗一個法 那個奪射嘛 一個人的靈魂進入到另外一個人的肉體裡面 但它不是互換的 它有點像是這些霸占的這個 然後那個人的靈魂就走了 然後那個人的靈魂就走了 投胎 投胎投胎啊 那原本那個人的肉體 還在啊 它就把那個拔掉嘛 就有點像是強制把那個靈魂從頭一種拔出來 然後那個靈魂就進去了 那它就有兩個身體可以用 很多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說當事人呢 我肉體跟靈魂都還在 我現在面前有一個剛死的屍體 那這樣我靈魂進去的話呢 我還會退回來 這是Option 1 Option 2 就是我現在這個肉體要崩塌了 我快速的讓我的靈魂進到一個肉體裡面 它沒有靈魂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這個肉體就崩塌了嘛 那我就說換一個肉體 Option 2 Option 3 我是一個有靈魂有肉體的 那我前面也有一個靈魂有肉體 我一旦躲了它的色之後呢 它這個靈魂就投胎了 然後我可以控制它這個肉體一段時間 就像你有兩台機車 你今天必須騎A 你不然騎B 不然電瓶會壞掉嘛 是不是 邏輯設定沒有錯啦 但是它沒有辦法一直反覆這樣子 所以它最後還是必須放棄一個肉體 Option 3 天啊 我們這是什麼魔法學院 這種法門叫奪赦 藏文也叫 比如說像很有名的這個大師 馬爾巴 他就是種族的高手 據說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說靈魂它的存在 它的樣態跟它其實不會消失 如果你想要對自己靈魂有更多認識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的這個心靈觀測站 因為這個是根據密宗以及佛法的 瑜伽形維世學派的思想去設計的 那瑜伽形維世學派呢 它就是佛法中特別重視靈魂以及去解釋靈魂中所藏有的 這一些種子跟喜氣 如何影響我們生命跟我們的意識跟我們的機遇之間的關係的一個學派 而這些內容我們都呈現在 我們的心靈觀測站裡面是免費呈現的 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們 分享按讚 或者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掰